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 又来到星期一的华山论逝 今天又是与刘兰昌 又是讲乌克兰和俄国的战事 最新的说法就是顿巴斯回战 会发生如何呢 不如你先介绍一下 顿巴斯回战 这一次是普京特别军事行动的重点 他在克里米亚这边铲过来 另外在那边兜过来 全部都夹住顿巴斯的首军 如果夹住他就可以殲滅他们了 就是这样 因为其实一开始 普京就说 他这一次特别军事行动 其实他就叫做顿巴斯特别军事行动 但是很多人就把顿巴斯忽略了 就变成是 尤其是入侵乌克兰 看基库多些 因为一开始 他去打基库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空降 很小的部队 实际上 你对于在基库的首军来说 这个力量是很小的 后来他 他突击了机场 占领了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他很聰明 立刻收回 不是这个空降旅 都被瓦克兰军队遷迷 围了你之后 你便没有打 所以实际上 他重点就是顿巴斯 顿巴斯这个地区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好像中国的中原 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对于欧陆平原来说 这个又是一个兵家之类 这个在二次战争之后 德国纳粹军队 去进军俄罗斯 一个重要方向 就是从基库顿巴斯 这一边过去 另外就是 明斯克 即是白俄罗斯 莫斯科 那个方向 两个方向 这是一个重要战场 在二战期间 顿巴斯打了两场战役 第一次就是 德军进攻俄军 第二次就是俄军反攻 俄军反攻的时候 用了一百万的部队 一百万的部队 他那个西南军团 和南方军团 南方集成军 每个都是差不多五十万 坦克就无数了 都是几千几千架 即是那时的战争 真是大兵战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俄国有 即是苏联有出气 是坦克大会战 是真是用了坦克出来的 真真正正的坦克大会战 不是荷莱汇拍那一套 即是荷兰的市场行动 那个坦克大会战 那些是坦克大会战的 那些是数以千计的坦克车 大家互相继续 大家冲上去 大家轰 有兴趣可以找找来看看 那些场面真的很惊艳 所以你给人印象 现在这一场仗 好像都不是打仗 好像中国抗人的时候 游击战 好像三个人躲起来 突然间拿一支标枪导弹 找你一个坦克 射你一下 射到一两架 就叫做赢了一下 现在顿巴斯的战役 好像之前说 乌克兰军队 差不多六万的主力 乌克兰军队是二十万 加上民兵 海军 空军 但是他的主力部队 乌军在这里 为什么他在这里 因为2014年之后 乌克兰颜色革命之后 改变了正常 顿巴斯的战役有两个州 努金斯克和顿巴斯克 两个州其实是亲俄 其实他宣布独立 乌克兰军队 帮他打了差不多八年的战役 他们在这里 就是要消灭两个亲俄的武装 这次普京其实 一个目标就是 保护这两支亲俄武装 打了这么久 现在 你先说的 从北边 包抄到一边 从南边 克里米亚这边 又包抄住 现在变成 乌克兰六万多人 被包住在这里 我觉得如果是 我作为扎连司机 我一定是 在黑点上方设法 都要把这六万人 撤回来 撤回帝列伯河 以西 未来 真是可能 帝列伯河 是围界 分为乌东乌西 但你 实际上 你现在 乌克兰 虽然有很多武器 供给你 但你无法 但你无法 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们看 网上 尤其是 你看看俄国 你看看加拿大 其他欧洲 很多网上 很多资料 都看得很清楚 究竟 当地发生什么 我讲个故事 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故事是什么 这个故事 就是其中有一个 加拿大 有清神枪手 人叫Wally 去了乌克兰 乌克兰 他去到的时候 加上另外一个人 两个加拿大人 去到 做外籍兵团 打算为乌克兰 出一奔力 在马里奥普附近 最近 两个都脱离战争 一个是在乌克兰接受访问 另一个是回到加拿大 接受访问 他们说 战斗情形 是否在乌克兰赢 打 他们说是很不同 他们那班所谓外籍 军团 去到的时候 第一 六七个人 得一支枪 不是那么多枪 轮到你 叫你上前线的时候 就要把枪给你 给子弹给你 给你多少枪 40粒 至60粒子弹 你说 40粒 还有多少 其实不是的 你的AK47 突然 你 吮咤 数损 你 现在就除够了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他也可以解釋 因此 比如 acquiring 弥格 如果军人去参加阿富汗战争 去参加打的时候 有fire fight 剝火的时候 大家上战场最少是待210发子弹 可不可以多一些? 可以 什么都气 很重的 子弹这么大粒 很多人空前有四个子弹 很多人空前有四个子弹 故事说什么呢? 他说去到的时候 他是神枪手 人家觉得很厉害 第一个是弹枪他 反弹导弹 他没有见过 没有射过 他叫你学会他 教他用 2个钟后就叫他 这枝是你的 你负责去战场 就找俄国坦克 就放下他 他两个人就负责 一起去 上到前线 到最前线的时候 他们说 退活拜价 大家都明白那个环境是怎样的 见到战豪 大家立刻躲下战豪 战豪里面就有两个乌克兰的士兵 他原来的正规军 大家在这里 我不知道他们可能都不会说乌克兰话 聊聊一下 躲在这里一会儿 那两个乌克兰兵就忍不住 因为见到没什么 就爬出去 吃烟 就站在那些旁边的 不是说空地 总之在那些废墟中间 在那些旁边的地方 在那儿吃烟 吃烟 那他就叫 那王莉叫他们 喂 下来 你不要是 那两个人就没有理解他 因为发觉 突然间 一个炮弹飞过来 就在两个人中间 爆 爆了 爆完之后 一个就立刻死了 另外一个就躺在地上 大家都炸到 跌了在地上 他们两个就跌到 战壕 然后爬出来看一看 见到其中另外的山 有一只脚已经炸断了 没有了两只脚 但是就看着他 他就看他 你看我我看你 然后他才轮转 就是死了 然后子弹 子弹乱飞 他就轮轮轮轮轮 就是想找 找一些俄国的坦克 但是其实发觉 俄国坦克很远 有个说法 就是说 俄国坦克 并不是 大家可以看电影 像德国的时候 你一转弯 我就打低你 不是那个做法 他们可能很理外 他说俄国坦克 其实都有很好的旅达 有很爱事 在很远的地方 日好夜好 都可以测试到 你哪里有日 就立刻一炮打过去 就很精准 有热成仗 是 就是 就是 红华仙一看到你 你那里有热气 你人体发生有意 就看到你了 是的 就一炮打过去 所以不是 大家想像中国标枪 就是作用那么大 是 然后回到两个人 就谈谈谈谈谈 一个人就说算了 我也是不去了 我回到加拿大 接受了一个 叫La Press 就是发文的网站 就是访问 就是说了这件事出来 另外那个呢 就在乌克兰 接受另外一个英文的 是 网站访问 他又说回 大家是互相对应 当日所发生的事 就是大家要明白 看到这个时代的时候 就说 乌克兰军 好事没得顶 是 你还没有军气 你打了这么久 是 你消耗了几个弹劲 是 即是你胆尽良绝 你没事了 那你还怎样跟俄国打呢 是的 在这样看的时候 可能那个顿巴斯战役 真真正正就是俄国 可能是赢到的 有个说法就说 不是 如果这个 乌克兰打赢了顿巴斯 就可以推走这个俄国 推回它 但是有没有机会 即是你现在美国是 是运很多军事去第一帝 你是不是这么多子弹 那些是日常用品 所以其实 被包围的军队 是很惨的 你看看这个中国 淮海战争的时候 当时王位兵团 被人包围了 就靠 老蒋介石那时 坐在空中休势 在空头那些 村边虎 空头那些粮食 都是 全部是这样 那你现在顿巴斯 你这个6万的乌军 你被人包围了 你吃什么 你的弹药供给在哪里 你虽然现在说 这个美国 英国 欧洲 等等 圆圆不断去运 但是 铁路被人炸断了 现在统计 百分之七十 在路上就已经炸了 那如果你说 你剩下万一二十多 你真正去到 给乌克兰的士兵手上 还是给一些 根本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人 一些市民 拿一支标枪 你根本是真的不适用的 而且你现在在打航战里面 标枪的 他那个是 导弹是 先飞向高处 从高空中再下来 然后再撞 你在航战中 你根本就是 撞不住 很多撞到墙 撞成又炸了 另外 他就是 根据你这个 发现的能量 去追踪你的目标 其实在城市里面 到处都是 那些火头的东西 很难去追踪 所以现在 你看到这一段时间 再听不到什么 标枪 打到俄罗斯的坦克 什么消息 开始 第一个星期 第二个星期 那时候有很多 大规的俄罗斯的坦克部队 开尽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防备 那时候 选择比较大 到现在 很少听到 俄罗斯 他已经聪明了 他现在也是 尽打尽赞 包围整个 顿巴斯部队 就是慢慢来 我截电你的粮食 我慢慢 他现在 普京 他有一个 好主要的战略思想 你从他 看他打的 压速共战厂 他不强攻 他说 尽量减少我的伤亡 我免 无谓牺牲 无谓牺牲 因为原来 就以为 一定要在 5月9号前赢 有个闪电战 有个时间去 约束你 我限你一个星期 你一天打 现在不是 我慢慢打 我便减少伤亡 你被包围的时候 你最主要 北约 你说不出兵 你不出兵 你这些万军队 遲早被人消灭 慢慢消灭 所以现在 整个战事 顿巴斯战役 一定是输的 乌军 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普京赢了顿巴斯后 以顿巴斯为界 还是要向乌克兰西武打 因为现在 乌克兰 分为乌东乌西 是以 蒂列白河为界 蒂列白河 就变成 好像中国长江 亡河 是一个天险 可以守的 如果乌克兰的军队 是真正要确保乌西之后 你一定要把你所有的有生力量 调回来 你要守这条 蒂列白河才对 当时 在二战时候 斯泰林 就不听朱可夫 朱可夫就说 要将蒂列白河以西的 差不多成100万的红军 要调回蒂列白河以东 即是凭河守 斯泰林 不断 一定要守住 他说守住这个很重要 对于整个 苏军的士气很重要 结果这一件 就被德军 全部包围 差不多全部吃光 损失很厉害的 一开始成100万的 苏军变成俘虏 你从一个战略战术 斯泰林 你不听朱可夫说 如果过蒂列白河 你凭河而守 你就可以守住 这100万就不会这么快被人吃了 你就可以守一段时间 所以一开始 德军闪电战前三个月打到俄军 苏军真的殲滅很多 后来三个月之后 他打到斯泰林格纳 打到莫斯科 冬天 斯泰林才稳住了阵脚 所以这个军事思想 你说 怎样 六万军队被人围住 你又没有美军去救他 又没有北约军 你便迟早 最重要的是 那两个访问中港 现在是一个机器战 机械战 全部都是飞机 全部都是坦克 其实你不是说 你一个人拿着枪 在那里走过来 你又走过去 你又射他一枪 不是这样的 所以基本上 大家的感觉中 或者想象中 战争 真的不是这样的 当时最初的时候 我亦都很相信 俄军是轻敌 第二 他的补级 拉得太长 你在后面攻他 他就全部倒下了 即是去基辅那边 很长 但现在不是 现在他在克里米亚上去 在另外那边 占领了地方 过来 所以他的补级 又好了 究竟这场仗 打下去会怎样 那大家就可以 大家慢慢看下去 就听华山论世 听华山论世 好吗 OK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